欢迎大家来到 不一样的艺术节目 我的声音 我的念子安 京都念子安好好学吧 欢迎大家 见识金钱的您 可以通过手机摇一摇 参加我们的节目互动 迎娶惊喜大礼包 我们首先欢迎 今天的挑战者登场 欢迎他 大家好 我叫行路 是来自北京新东方英语学校 的一名英语老师 我喜欢英语 通过一门语言 让我看到了更大的世界 我每天无论工作还是生活 都有英语的陪伴 每句老有主意 看过二十多遍 我还很喜欢跑步 现在的记录是15公里 今年的目标是马拉松 相信一个健康的体货 加上聚会的头脑 才会有美好的未来 这位对手非常强大 为什么 他叫行路 李白写过一首诗叫行路男 对吧 虽然你很强 但我们更强 为什么呢 虽然你是行路男 但是行路男这边师的知名率 总没有枪心绝胞吧 对了 我真的对不起你 他现在已经叫你行路男 我那个是男题的男 好不啦 昨天的节目里啊 项路表现得也很棒 对吧 绝对是一个好男人的典范 自己老公啊 一直都带有一种崇拜之情 怎么样都好了 后来那块块钱还了多少啊 没有 就留了十块钱压兜了 连什么都没剩 其实这都是假象 我家都是带路管钱 每天把他的钱包掏出来 当有三五百的时候 看着 差不多可以拿一张 还不会被发现 每天我都是这么过日子的 我说我的钱怎么总少啊 好啊 现在是你能我能啊 但马上要开始的 今天的较量并不轻松 他们真的很棒 你看昨天项路满头大汗啊 看你今天会以什么样的姿态 来和他们对战 先看看你的对手是谁 请选择 转起来吧 丁乃玉 这小丁啊 上次我在深篮上输了 这一次我不会在浅篮上输的 但是人家可没转浅篮啊 不会在火红上输的 我还是这句话 虽然你是行路的 但我们更是 是明确度更高的枪进去 好 那现在看一下 两个人将要对战的科目史 百科长石啊 小丁 对战我们的行路 看一下第一题 最近新闻中常提到的 一带一路具体指的是什么 一带一路应该指的是 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没问题 回答正确 教练哪一项是对近视眼镜镜片的正确描述 A中间后 B两端后 C一样后 中间后是放大镜两端后 两端后是近视眼镜 一样后是天光镜平面镜 所以是B两端后 哇 真厉害啊 你想接真的好棒 图片中的标志代表着 哪个组织协会 哎呀 我们英语 这个应该是WTO 就是世贸组织 它的全称是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然后这个 这个好像是当时 它设计是参考了 中国毛笔的起落设计的象征的 最后有一个象征 是一个地球 回答正确 对 秦朝的人民是否有可能 在过年时燃放烟花爆竹呢 因为秦朝的时候 火药还没有发明 所以是不可能的 烟花爆竹的里面有火药 然后好像爆竹也在 干嘛 我解释不行吗 没事 小丁 来来来 没问题啊 不可能 为什么 没事没事来 没了 好 别哭 没事 我们还有下一道题 要是我指而指 不过说完答案的话 是不能算过对的 因为学知识 就是要知其然 也要知其学义然 对 我们来看下一题 请观看视频回答问题 认真看 视频中交警的手势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的应该是 行车 让边上的那个车先过吧 你开车吗 平常 我不开车 我还没有考驾照 这个就很遗憾了 不知道对不对啊 咱们来一块看一下 正确答案 这个真的是不知道 很可惜 但这个确实不怪你 因为如果你不开车的话 你不用考驾照 所以就对这些信息 不太了解 我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这道题我不会 谢谢你 你真是太厉害了 而且也漂亮 第二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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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交警 那个交警真的好帅 你也好帅 好啦 小丁 好好好 现在啊 还是有一个结果 现在变成了零 你应该可以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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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洛 怎么办呢 没问题 要加油啊 你还有两次机会呢 我觉得你应该说回去出钱 让我考个驾照吧 就可以了 对对对对对 一定出钱让你考一驾照 虽然我们把您击败了 但是 我们还会继续把您击败呢 对 后续如何 现在答题上见分享 来吧 来 吴蕾 我放不出狠话 我一见到吴蕾 心都已经化了 无所谓了 什么叫狠话 就是 就是心化得很厉害 对对对对 就是狠话呀 对对对 非常化 OK 没问题 那现在吴蕾 对阵行路 两个人将有对阵的科目 我们看一下 记忆 记忆题 我现在是记忆犹新 就是这个记忆题 每次一笔 胶着激烈对抗那种感觉 反正我们看的人是很爽的 接下来您将看到一场 非常精彩的记忆大战 欢迎鼓蕾 欢迎行路走下地平区 开始吧 让你们脑袋燃烧起来吧 记忆来看第一题 先要接招的是行路 十六个图形不容易 请出题 时间档新落 这张图片刚刚出现过两次 请猜出它对应的具体位置 时间档新落 请点赞 订阅 请点赞 订阅 请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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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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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一看 回答正确 对 行路 五城五宫阁在第三轮中 选择了正确的答案 如果吴磊在前两次 就找到正确答案 那么这一轮吴磊获胜 如果吴磊三次机会都没有成功 这一轮行路获胜 记忆大战继续开打 吴磊看题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张图片刚刚出现在 哪个位置呢 吴磊的第一次机会 请选 姚一祥 姚一祥 控制一下自己 你要相信吴磊 我们来看一下吴磊的选择 B3 回答错误 接下来 吴磊 你依然拥有选择的机会 你的第二次机会 哆啦A梦 这里是 这一轮 吴磊在第二轮次中 哎呀 我真的我觉得这样特别不好 我都不想做戏 姚一祥 吴磊知道的 你为什么要跟他说呢 这样我都哎呀 我都不想说下去了 这样哎 一定要 你们要长大呀 你们要知道公平才是最好的 是对你们最好的 对不对 我们不能依靠别人帮助 真的 好呀 刚才就是我在后面看到 你比较想说 好 来 刚才的这一轮记忆大战 非常非常精彩 但刚才大家也看到了 导演组已经走上台来 和我有一个沟通 他们在监视器上看到 在刚才比赛的进行中 姚一祥 合金乃玉 有对吴磊的提醒 所以这一轮按照我们 好好学霸的规则 这一轮 吴磊 抱歉 这一轮 天团只能失灵 好吗 没有 没关系 因为队长 我本来就应该 承担队里面所有一切 有可能发生的因素 然后也请观众朋友们 包括电影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然后不要怪罪我们这些小朋友 因为我们小朋友还没有长大 我们心智还不成熟 所以说你们一定不要怪他们 谢谢 对 小朋友是真的非常非常地棒 没关系 没关系 姚一祥 小丁 我想告诉你们的是 公平公正是最重要的 因为结果不重要 学知识也没有学做人更重要 你们一定会通过这个节目 不断地成长 我们叫做少年智慧天团养成绩 所有的电视观众将会一起见证 你们一起成长为 好好学霸 更棒的青年 你们会更棒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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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场上的比分变成了 一比一 林洛 搬回一层 看看第三轮你将对战的对手是谁 现在命运的轮盘转起来 将和谁对战 姚一祥 为什么要选到别人 来吧 一起来玩嘛 加油 好不好 我们跟姚一祥加油 来 我现在已经为无理出 我非常珍惜了 姚一祥 不会的 对方 加油 对方 加油 续于是吗 姚一祥 作为一个男子汉 长得帅不是最重要的 懂得多不是最重要的 有钱不是最重要的 有责任心是最重要的 我们都看到了你的责任心 对 你一定会很棒 好不好 来 加油 加油 真的这个活动 就会变得越来越好嘛 加油 大总 来吧 现在姚一祥对战行路 两个人之间将要对战的科目是 英语 我们来看英语题的对战 走进第一题 下列哪一个词最适合描写这张图片 A. Windy B. Rainy C. Sunny 请做答 选A. Windy 在刮风嘛 没问题 Windy 来看下一题 下列哪幅图中的小动物是Beside the box A. Windy C. A. 因为A是 the kitten is in the box B. 是on the box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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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是 所以C是Beside the box 没错 C. 回答正确 再回答Do you like fools的时候 Yes I do代表喜欢还是不喜欢呢 喜欢 喜欢 喜欢的啊 Do you like姚一祥 Of course 我们也是啊 看下一题 Practice makes perfect 与中文中的哪个成语 韩语最接近Practice 是练习的意思 make perfect 就是说练习的能获得完美 在这 在中文中是熟能生巧 熟能生巧吗 看一下 回答正确 这个非常棒 非常棒 确实厉害吧 确实厉害 你要小心了 来看下一题 新疆图片中的单词填图完整 我知道这两个字 答案是 我也真不知道 后面那个肯定是爱 来告诉大家答案 这个题应该是Martin B-U-T-T 我们看一下 B-U-T-T-O-N 应该是羊肉 比分 虽然说我也很心痛 没关系 现在场上的比分 变成了1比2 好 先团案给我带一下一个 乌雷 刚才你们两个人在记题上是难分伯仲 那么这一轮的古诗词加地评挑战 谁更棒呢 我们一起来用掌声欢迎队长 乌雷欢迎行路 走进终极挑战地评起来加油 终极挑战地评开始 诗词黑发不知秦学早的后半女士 开始 白手放回 不输 加油 行路 很快啊 你这么说话 你白手放回 现在和相同一样了 诗语 公语善骑士的后半女士 开始 谁能先找到 没错 简利 利 齐齐 齐 齐 好 好 来 看下一集 只捐躯死死活难的后半巨石 是 谁能先找到 是 是 是 对 是 是 不归 行路 加油啊 不要放弃 是 不归 我得手机完成125 行路要找到最后一个的感觉 是 这次下笔如有神的前半巨石 三笔下笔 已快 快 读没有错 读 读 输哪 输在那 过 谁更快一些行路 加油 快 快 去 好的 行路完成 250个脑袋机 看下一期也十次 九风之际千杯少的后半局势 我可因为这个 九风之际 画画 哪儿呢 画在哪儿 谁更快 非常接近 半 回到120元 这是不过楼兰 钟不还的 前半局势 你充满了一点文化 黄沙 没错 摆 那个字在哪儿 黄沙摆战 川在哪儿 可以吗 行路可以吗 踩中了 假 250元 看下一期 很遗憾 很遗憾 要得心脏病 250元 能忍吗 输给了带向路 没事 能忍 真的吗 真的 输就输吧 我给你补到一千块 中国好男人 我输的是我 你觉得你比的时候紧张 还是向路比的时候你紧张 我多不紧张啊 真的 真的 玩嘛 没错 谁赢谁输 不是最重要的 获得支持 获得快乐 才是最重要的 今天的挑战就到这里 感谢我的声音 我的念词安 心中念词安 核套主领导者 六个核套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也要感谢新华大学生 在线教育品牌 一直在线 对本节目提供的一部支持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 对 我觉得其实还是很可惜的 就小孩子有一种 帮助人的天性嘛 他看你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就很迫切地想 把他知道的告诉你 我觉得这个 对小孩来讲是正常的 但是我觉得让他们 就是稍微早一点的时候 知道就是有的时候 一定要遵守一些规则 对他们承招也是有好处的 我就跟谁也是想说 我都会待着吗 看我的哥哥很贵 然后 超饿的 就是说是哥哥 就是每个人出站的时候 每个人 他有 你要相信他 一定要相信他 他赢了 然后被他高兴 他输了 我们也不会怎么怪他 因为那时候他要承担的问题 因为你们是很贵的 然后我就听我的哥哥 当然我都真的非常懊悔 我也会找找自己的原因 是不是 因为你们是真的太贵了 不得哥哥